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月花妻子 作为偶像和货辈会有些拘谨 张曼玉只要负责选菜和买菜就好了 范琛琛和杨迪 拎着食材太贴心 张曼玉也太解体气了吧 55岁的张曼玉身材保持得很好 人就血瘦高挑 女神戴着口罩也是挡不住魅力呀 其实前段时间就媒体发布一则消息称 一档试图体验类正人秀节目 请到了六位大咖级别的老师充演 其中一个剪影的轮廓 竟和张曼玉的一张旧照完全贴合 难道女神也将出山参演真人秀 作为影视圈一代传奇的张曼玉 其影后身份和定位是毋庸置疑的 在大萤幕上活跃了20多年的她 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 不同于和她同等地位的灵青霞鼓励的人 经常在各大活动或红毯中露面 张曼玉显少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范围内 就在2016年 张曼玉应了谢霆芬的邀约 以嘉宾的身份在12岛分位中担任了两季一部导游 这也是她第一次公开参业综艺节目 虽然已经有了之前的参演经历 但张曼玉能长出一档节目 展露更多面貌给大家 还是极其可能的可过的机会 不过对此却有网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任我想张曼玉这样的大咖出山 兼艳之人秀 虽然让人惊喜和意外 但却并不一定能获得预计的好效果 王妃就是前车之剑 不知道这次张曼玉出山 能否引发什么大的轰动效应呢